来到例题1.3 我们一起看题目 某宝物打印机的打印速率是24页每分钟 如果该打印机的打印一份文件需要8分钟 求该文件的页数 如果该打印机打印一份108页的文件需要多9 这题和我们之前不同的地方就在于 之前我们是给你两个数值 然后叫你计算率 今次调转,我今次直接给你 接下来你计算数 AB部分是两个分开的 我们可以分开计算 例如A部分 今次我给你其中一个数据 我要你找出另一个数据 这条数有两个计法 第一个计法 如果你可以很清楚知道 这个计算率的意义 其实这条数很简单 什么叫做 液斜线分钟 即是液 per分钟 即是液 用中文说 每分钟 简单来说 可以出到24页每分钟 用中文的文法 就是每分钟 每分钟 24页 每分钟 即是1分钟 每1分钟 有24页 8分钟 有多少页 很简单 那就是整开它 所以 要计算这条数 第一件事先写提解 它找该文件的页数 你便写回该文件的页数 等于 是目比的 8分钟 而每分钟有24页 所以答案计出来 就知道是192 记住记住 要写单位 你计算的是页数 所以你写个页字在后面 同样的原理 如果你是很明白 这个计算的意思 我们去计算B部分的题目的时候 也很简单 108页的文件 每分钟我可以 印到24页 简单来说 就是问你 108页内 我们每24页 group做1分钟 究竟我分到多少个组 每24页一组 分钟就是除法 所以就等于 108页 每24页一组 就是一个除法 答案就等于4.5 单位是分钟 我们看到 其实这类的数 即是我给了一个计算 然后我给了一个数据 叫你去找另一个数据出来的数 其实的格式是 那个数据 乘或者除 那个率 就可以得到另一个数据 所以这题数 最困难 或者最多人错的地方 就是乘或者除 究竟你需要用哪个好呢 以下一个提示给大家 之前有提示 如果提示是对的话 理论上 你把单位计算 也有一个合理的 那是什么意思呢 例如 如果这题数是对的话 8 我只是用分钟去计算 例如a part 8是分钟来的 乘以 24 24 是 业 per 分钟 什么是业 per 分钟 其实就是 业 over 分钟 前面是分钟 分钟 当成的时候 发现可以逆选呢 没错了 分钟和分钟可以逆选 所以 最后只有 叶在这里 叶就是刚好 我们想要答案出现的单位 所以我们知道 今次我们做成法 这件事是正确的 正如b part 一样 108是叶来的 这次我们用除法的话 叶除以 over 分钟 over 就是直接写分数给你看 等于 叶除一个分数 即是 成它的倒数 over 你又见到 叶和叶可一样 只剩下分钟 看看 分钟原来就是我们想要答案的单位 即是代表 今次我做正确了 如果你自己想想 如果成除错了的话 我们是出不了答案想要的单位 这个方法就让你查到 自己的成除判断 究竟是正确还是错 如果没问题的话 我们去看看 现在试做的题目 下面试做 1.3 电线的售价是 15元 per meter 即是每米15元 现在求一条2.5米长的电线售价是多少 b part 求售价是120的电线长度是多少 跟上面一模一样 如果它是给你一个率 然后它给你一个数据 我们会找出另一个数据 做的方法就是 将题目给的数据 乘或除的率 就会出到另一个数据 谢谢大家 谢谢大家 谢谢大家